你知道俺老孙是哪儿的人吗 东圣神州奥来国花果专 这是吴承恩在西游记里边的说法 但我要说 齐天大圣是真的 而且这孙大圣就是咱们福建老乡 大圣祖地在福建顺长 我这么说有充分的根据 在顺长的宝山有一座古墓 几米建方的一个小空间里边 立着两块石碑 分别写着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 落款时间是大明洪武二十四年 是元末明初的历史遗存 这双生末的历史 比西游记要早上二百年的时间 但是为什么要同时供奉两位大圣 原代作家杨景贤 在这个杂剧西游记中是这么写的 说这大圣有兄弟姐妹五个人 齐天大圣的排行老三 通天大圣的排行第四 他们之后还有一个五弟 叫耍耍三郎 那根据这个人物设定的 杯上所刻的两位大圣 实际上就是一对亲兄弟 在这个圆坑镇的曲村 人们发现呢 鉴于元代治政年间的通天大圣的祭坛 而在顺长境内呢 登记在册的大圣文化历史遗存 有一百二十处 通天大圣祭坛六十六处 通天大圣祭坛遗址有十八处 庙宇有九处 这权限的还有以这个通天为地名的地方 共有七十二处 而齐天大圣呢 就是由通天大圣逐渐演化而来的 那有人可能就会问了说 那如果这个大圣真的存在 为什么会出现在福建呢 又为什么偏偏是在顺长呢 事实上不论是这个双圣目还是其他的遗存 人们对于大圣的崇拜都跟这个猿猴有密切的关系 你知道这个大圣信俗起源背后的故事吗 明天咱们接着聊顺长大圣信俗文化 福字旁边六张口 闽人智慧 看你不知道的福建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